那其實方法應該也是大同小異啦 首先第一個 我如果要查編號 那用VLUK暗數 你會發現就卡住了 如果你用VLUK暗數 除非不用你查姓名好了 TableArray 假設你F3 你如果用LUK暗數的話 很抱歉一定查不到 為什麼 因為它的第一個欄 不是姓名 所以一查查不到 不行 除非怎麼樣 你把總表 搬位置 姓名跟編號搬家 不過我覺得這也不是很好的策略 變成你怎麼樣 你到時候你還需要把編號 再改位置怎麼辦 再搬一次嗎 搬一次你前面的公司又錯了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很OK 所以有同學會問我說怎麼辦 我說你乾脆用別的方法 或者你用Match加Index 這樣的話比較一勞永逸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你要多學一個 Match加Index 可是如果你邏輯通的話 你也不用死倍 反正這些東西 觀念上差不多 只是說給它的東西不同 所以假如說我不用VLAN 我用的是第一個你可以分兩階段做 先把Match做出來 再剪下來 放在Index 你不要說急著 當你以後熟的話 你可以一次做完 但是如果你不熟的話 你可以先Match 那Match要做什麼呢 Lookup 先查 那個這個 姓名對不對 再來的話 Lookup Array 按F3 主要是針對這個東西 在哪一個範圍 在姓名 那比對方式的話 如果要完全一樣的話 就輸入0 然後如果小於就1 大於就-1 就是說如果要完全一樣的話 是0 找接近的話 接近小於的是1 接近大於的是-1 OK 確定 好了之後的話 第一個階段就做出來 不過各位可以發現 打勾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怪怪的現象 什麼現象 沒有結果 只有公式 如果你看到這個的話 可能什麼地方出錯呢 對對對 其實好像前面有講過 按右鍵 出真格式 因為我們剛剛 用了資料驗證 它會把裡面的資料 格式變文字 所以怎麼辦 切回通用 按確定 它不會馬上更新 所以優標再放進去 打勾 它就恢復了 OK 所以以後你看到 出真格裡面 奇怪 它怎麼沒有顯示出來的話 那你就要 Check 就是檢查一下格式 好 第一階段 那就知道這個劉宏均 是在 那個什麼 姓米那個範圍裡面排第五個 所以我們把它剪一下 插入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index 然後呢 再按確定